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拿周深将工具人史 尤其不满导师那英 为了夸奖一个学员 居然拉踩周深 说 你比周深结实 厚重 特别是爆发力 为什么本期会频频提及周深呢 因为这一居然来了两个类周深的学员 第一个叫于空 于空是一个在网上唱歌的音乐博主 来自广东梅州 26岁 不过看起来年龄很小 正如极客俊逸对李荣浩说的一样 有点像周深最初的时候 很普通 戴眼镜 小男孩 个不高 但于空唱的确实不错 一嗓子就把大家给吸引了 王丰第一感觉也是说跟周深挺像 于空也承认 别人常说他唱得像周深 但他很开心大家这样说 因为周深太强了 是他的榜样 可能也是因为太像周深吧 于空并没有得到全部导师的转身 但对于转身的纳英和李克勤两组导师来说 竞争的火药味也挺浓的 纳英心直口快 为争取他到自己对 直接就说了他比周深结实 厚实 更有爆发力的话 而李克勤就比较委婉了 作为老搭档 他居然连周深的名字都不提 直接说你刚说的那个男歌手 然后他结合自己出道时的经历 勉励于空要做自己 尽力去除泪周深这样的标签 更有意思的是 李克勤后面还说我跟周深不熟 这也太小心了吧 难道是怕一字不神又有蹭热度嫌疑 结果还是李克勤的招数比较有效 他成功将于空纳入麾下 第二个向周深的学员叫尹玉克 其实尹玉克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不陌生了 他已经出道四年 2017年他参加快乐男生并获得季军 由此进入演艺圈 2018年他签约海碟音乐 成为旗下歌手 之后参加过多档音乐综艺 如《这就是歌唱对唱记》 蒙面唱将 深入人心 也曾入围歌手踢馆在候选人 尹玉克可以说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了 很多人都知道他唱得不错 声音很有特色 被称为南版王妃仙嗓少年 参加深入人心时 尹玉克评价他在歌坛可以和吴清风 周深 或尊并称为四大仙嗓 话虽如此 但跟其他三位相比 尹玉克至今在歌坛依然毫无起色 参加过几档节目后 转瞬又沦为素人 要不也不会来参加中国好声音了 尹玉克虽然出道了四年 但现在只有22岁 比于空都小四岁 此次重返选修舞台 他不只是带着嗓音这块法宝 还是以唱作人身份来的 带来的两首歌曲都是他的原创作品 第一首叫寄给睡眠之子的一封镜 一开嗓确实也让导师们眼圈一亮 抛出了男孩还是女孩的疑惑 这一特色也迅速吸引了四位小导师的转身 但最终转身的大导师只有纳英一位 其他三位小导师也都没有说服他们的大导师 李克勤的理由是没有于空那么好 所以放弃 汪峰的理由是开始觉得好 后面没有太多变化 没有惊喜 李柔浩则认为演唱与作品都还不错 但加起来没有达到那个分值 没有人跟纳英抢 所以尹玉克如愿进入纳英战队 没这么简单 因为纳英组名额已满 需要向组内学员发起挑战 获胜才能正式获得席位 于是尹玉克选择了刚进入的陈文飞进行battle 陈文飞翻唱了一首彭家会的老歌 而尹玉克再次献上自己的一首原创和世界和解 battle的结果是 纳英选择留下陈文飞而放弃了尹玉克 然后其他三位导师也没有挽救他 只能遗憾离场 唯一转身的导师转眼又放弃了自己 有点小惨 出道四年的专业歌手来参加好声音 竟然都没能进入导师战队中去 虽然两位学员都属于内周深歌手 但隐喻课的环节其实并没有人提及周深 因为没有抢人 话也少很少 但在此之前几年里 很多人就一直在拿他俩做比较 还说两个人都是这种嗓音 为什么周深能红 他就一直被埋没之类 在网络上 两家粉丝之间也曾经吵得不可开交 去年我在某户上看到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尹玉克亲自下场开思 大概就是某位喜欢周深的网友评论了尹玉克 反正是觉得他唱得不好吧 还加了句不想吵架 只是表达自己意见 后来尹玉克亲自回了句巧了 我这人就喜欢吵架 另一位网友评论 看和周深怎么分市场了 我会被骂吗 然后尹玉克又回了句你不会 我保你 就这样吵起来了 周深粉丝觉得他这是明白着碰瓷啊 尹玉克后来发了视频回应 说他虽然没见过周深 但很喜欢 欣赏周深 他们歌手之间没有任何真怨 却总被这些网友恩义带节奏 搞得好像他跟周深是不良利似的 不管他们有没有真怨 但两个人的发展目前差距非常明显 在目前的歌坛上 周深在类似嗓音的歌手中 已经树立了一个标杆 所以一有这样的歌手 都会与周深对比 但不管实力如何 要再出一个周深或超越周深 其实都是非常难的 最后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创作的 之前周深常被吐槽存在创作上的短板 不看好他的长远发展 周深确实很少写歌 而现在这位尹同学 刚好就在类似周深的声音条件上 主打唱作人标签 此词来好声音都是演唱自己的原创作品 那么创作加持能否成为他超越周深的筹码呢 我当时听他唱《睡眠之子》的感觉 也跟汪峰李荣浩是一样的 刚开始以为会很精彩 但听到后门一直要来绕去就那样 没有太大的亮点和明显的记忆点 甚至还略有一丝作作的味道在里面 以他的嗓音和唱功 其实可以选一首更对的歌 不一定非要拿自己的原创出来 反而弱化了自己演唱上的表现 第二首也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起伏 听完后还是没有惊喜 歌词也没什么深意 只听得出跟第一首歌肯定是同一作者 所以那因选择转身后又放弃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创作都能给人加分 影浴客以往在其他节目翻唱的歌曲 明显比这次更惊艳 这次靠原创却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有点遗憾 这也证明周深在对自己的创作方面 没有十足信心的前提下 不盲目去走创作人路线 是理智的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